一歲多的女童小小身體細皮嫩肉 卻被大片紗布包扎起來 做母親的看了實在好心疼 回想起事發經過家長越講越生氣 因為沒想到只是帶孩子外出吃飯 卻是受傷回家 23號晚間一家三口來到新北市永和 這處連鎖扭動店用餐 當時一歲多的女兒坐在娃娃車裡 和先生一起坐在外側 但是服務員卻多次從女兒旁邊端菜上桌 女童因為好奇突然伸出手抓住餐盤 導致熱湯灑落 撥到她身上多處一二級燒燙傷 不過店家的態度卻很冷淡 非常傻眼 尤其是他們事後處理的態度 其實並沒有那麼積極 送餐的就是做餐好出來要送的店員 還跟外面那個要幫忙裝水的店員 說你們先不要理他們啦這樣子 家長控訴明明當下周遭還有空位 店員卻堅持要從女童那一側上菜 後續對於賠償損失更是消極處理 店家有沒有規範當發生燙傷或是意外事故 這個店裡面應該處理的 SOP處理的行為準則 那如果本身有規範 而店家跟店員沒有依照 這個行為準則去做的話 那本身也會再產生其他的過失責任 對此解稿前當事店家尚未回應 不過面對寶貝女兒殘遭燙傷 家長已經正式提告 要店家出面負責給個交代 新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